我想问问你 今儿这不年不节的 给我们哥几个叫一块 这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 那个老长时间没见了 想大伙了 咱拒拒 就是拒拒 拒拒 你肯定有事 有什么事 那个 要说有事吧 还真有点事 这不以前 条件不好嘛 一直没房 最近呢 买了套房 买房那好事 那是值得庆贺 就算了过点 对 清除 不是那个 首付 首付三十万 我这还差六万块钱 这不是合计跟哥俩 拆对拆对 兄弟 你早说呀 不不不 三哥 知道您条件不好 没打算找您借钱 就是叫您来吃个饭 我来你的蹭饭来了 这饭呢 我不吃了 我走 哎哎 三哥 不 你说什么人 什么人这是 你看看 我告诉你啊 老嘎的 有你二哥 跟我在呢 你这个事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 就放心 哎 明白没有 哎 完了吗 对不对 哎 你听我说啊 就得说你两句 这个没钱 没钱交首付 差钱 就别请我们吃饭了 是啊 对不对 还上饭店请客吃饭 啊 既然他说了 这六万块钱 他都借给你了 那这事 我咋钱 都听着你说了 这事没问题 不是 放心 你别着急 你干嘛 他吐我一脸 嘎的我跟你说啊 他这个 就是说 这个钱这方面来说呢 你明白吧 大哥呢 肯定是顶你 对对 你明白了这没有 关键时刻 肯定咱们得表态 我还表什么 他就你顶 他就挺好 那这饭就你请呗 行不行啊 你不就一顿饭吗 我请 你我请吧 点吧嘎的 点菜嘛 服务员 点菜 我点了 你就随便点啊 先生你好 吃什么 咱点一个这个 铁锅炖大鹅 好嘞 好菜好菜 铁锅炖大鹅 你等会 你等会 你招什么急血呀 这这铁 大鹅不能瞎吃 怎么了 大鹅不能吃啊 大鹅这玩上火 上火吃多了 大鹅 掉头发 对 你给我换一换 你点你点 让他点 点个特色的完了 对对对 对他听他的 来那特价的 特色特价干啥呀 最好是这免费的 有没有 免费的 免费的 啥呀 就问你呢 什么免费呀 本店的啤酒免费 比利时 瓦文丁 进口 人装进口的啤酒 免费 特别好喝 那太好了 越喝越年轻啊 是吗 那喝完那啤酒 能喝出点 那个时尚的感觉来 时尚 年轻 哎呦太好了啊 来一百瓶 人家免费 你就要一百瓶啊 你下单 你有菜没有 是你招人急呀 还得点菜呢 是吧 多新鲜的 点我点菜 点呀 点吧 来 两块腐乳 这么硬吗 这菜 来一碟 糖蒜 啥呀 糖蒜 对对对 腐乳太腻 拿这糖蒜结结 来一碟 萝卜丝 哎 哥这个 咱仨人 我点仨菜 不丢人吧 是不是 你都不是人呢 你丢啥呀你 服务员 你跟你们那个经理说说 我们点仨菜 看看能不能送你果盘 果盘上 那不行啊 多烦啊 照头发 吃完这样子 一会儿他的事事 把嘎嘴这事 给人办了就回了 你的菜 那菜还真快 对了 马伦丁啤酒 哎呦 这好啊 喝出时尚 喝出年轻 来 好 我先尝一口啊 嘿 怎么样 我都找着那童年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 你跟这干嘛呀 不是 见识见识啊 见识什么呀 三个菜 怎么喝一点瓶啤酒啊 你管着吗你 掉头发 快去 说说吧 说什么呀 嘎嘞这事怎么办 他的事 你不都 都想好辙了吗 不是 那你就一点意思不表示呗 是不是啊 我也得表示点啊 多新鲜呐 是不是哥们 打了底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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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 谁电话来了 你干嘛呢 口气啊你这是啊 打了底灯 哦 我电话 喂 喂 媳妇 什么 咱家要伤孩子 那是好事啊 那我以后就是大哥了 我这就回家 先把你喝了 跟你说两句 嘎嘎 都走了 就咱哥俩 大哥呢 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本来呢 大哥这话不应该说 不应该说 但是今天 嘎嘎有难 大哥跟你闹 大哥 得绝症 你听我说完 嘎嘎 嘎嘎你 阴的傻 大哥得绝症呢 因为你接六万块钱 但是这二者之间 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你明白没有 嘎嘎 大哥今天主要呢 想跟你上一课 什么是友谊 那抖音上都发了 李雪剑老师 演大帅 人家自己说 江湖是啥 江湖 不是咋咋咋咋 是人情世故 明白吗 看看 人情世故 说你二哥三哥不懂 大哥明白 对吗 这绝症 我就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啊 大哥只是说如果 不是说绝对 说大哥如果 帮不了你的六万 你不能满人大哥 明白吗 因为军事也有难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从内心来说 大哥帮不了你六万块钱 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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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明白吗 你别明白 你喝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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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这些年交的这些朋友 朋友怎么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三哥 兄弟 自动你用钱 干啥的呀 刚才呀 这条件好的 不一定帮你 条件不好的 可没错不管你 兄弟 这五万块钱你拿着 不够的 咱那想办法 来 我这有办法 拿着 现在把生意钱 我给你转过来 二个 你媳妇都要给你生兄弟了 你那用钱 我告诉你啊 在我心里 你跟我儿子一样重要 现在要给你转过来 行了 怎么样啊 大哥演的戏精彩不精彩 啊 我能真喝多了吗 那一瓶啤酒 没干完呢 老三呢 你有困难 大哥不炒你要 你说你媳妇都那样了 你弄这一万块钱干啥 你有吗 你看看你那兜 卡我早给你装起来的 所以我跟你说 所以我跟你说 今天知道你买房 高兴高兴就得了 啊 不不那你们 刚才你们仨人演这一次 那是哥们才跟你演戏 我逗着你玩的嘛 增加生活的情绪和刺激啊 你怎么这样不明白呢 你坐着喝酒吧 坐坐坐坐 来 是你说你 你们都忘了嘛 咱哥几个 那是年轻时候交下的友谊啊 啥时候那友谊啊 年轻时候 那跟这啤酒合适啊 怎么呢 人家说了马轮廷啤酒 越喝越年轻 欢迎陈昱泉 侯真鹏 多子轩 张小旭 周旭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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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